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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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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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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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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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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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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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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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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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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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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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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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制定的那個Y 就是那個Context 那個脈絡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被默黑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不是我忽然間靈機移動做了什麼決定 而是從一開始有這個討論到最後決定做成這個叫做尼高階段 就是還在想的這個階段 我就已經全程都公開了 那目前以我所知 全世界平衡是一個在做這個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大部分國家 包含台灣這邊的政府諮詢跟開法 都是說尼高階段原則上是不公開的 那但是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話得公開制 就是說如果你自判斷 大家知道這個原因會比較好 脈絡會比較好 那你得公開 但是我們在法律界得公開就是你的每一層長萬千和 都要公開 才會公開 但是我在加入內閣的時候我就已經有三個勞骨協商條件 那其中一個就是說我看到的一切公開對公益都有必要 所以不用再問了 就是反正我看到的東西我是主席的會議 或就是未公開 所以大家都會用一種新的地境 新的Lenscape來想 就是公共服務的政策制定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因為這樣關係 我不能接觸國家機密 所以每一次要有演習的時候 我就要請你連假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紅山市民所在哪裡 或者裡面裝潢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 那 半小時 有32位朋友們知道說 請問行政院目前對於核能跟綠能的取捨 是不是有做出決定 參與論文總統的滿意度快到零了 請問我們有壓力嗎 對了 愛心的院長是不是喜歡雞腿 好 那實際上是三個問題 但是因為有32票 我們還是一個一個來回答 我們的能源政策是 有一個參與式設計的過程 就是能源區跟我一起做的 或者我做的叫做能源傳型白皮書 那這個能源傳型白皮書 其實我覺得一個滿好的概念 就是說它有一個 任何人在任何階段 講出的任何一個字 到最後會怎麼樣 跑到這個決策的過程裡面 我們叫做意見流向的這樣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流向的說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不只是流向查詢 甚至如果你是 就是他們巡迴各地辦了無數場會議的 任何一個會議的 任何一個人講的任何一句話 你在當場就會知道說 你有一個編碼 然後你就知道說 這句話 它是怎麼樣回應 能不能夠採納 如果能夠採納 是在例行計畫中 你可能還行政策的方案 還是什麼 別的東西採納 然後你又可以採用 後面的工作小組的協作回憶 那它整個目的就是說 到最後 產出的這份白皮書裡面 每一個字 每一個方案 都可以對應到當初的 這些前任回憶裡面的 每一個人的想法 那這個其實是 有一點像我們剛才 春暗的那個形式圖 但是更細敏的 這樣子一套 政策系統 那這套政策系統的 目的就是 去確保說 大家是對齊的 因為很多朋友 他是 話比上說 對於能源是相當了解 可是他了解的 科學狀態 是可能二十幾年前 剪斷的科學狀態 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不斷對齊 大家對於能源的 就是具體的 了解跟作為 那所以我想這裡面 當然現在有公投嘛 所以我也不要講得太 怎麼樣 就是說當然公投 會公投啦 但是至少目前大家發現說 我們對於 尤其是風力發電的 這樣子的一種名誤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那離岸的風力發電 基礎進步的速度 也比二十幾年前大家想要來的快 那我們剛剛講說 在台灣這個台下上面 那個都還是固定式的 未來還會有漂浮式的 那就可以步到更外面 所以事實上這個風場 重複大規模的利用 我覺得是蠻 讓大家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如果要很詳細的看 每一個不同可能情景的試算 然後歡迎你們也轉清白皮書 然後 然後 英文總統的滿意度 應該沒有快到零了 但是 我想這個是 對我來講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我會覺得說 本來政府就應該完全信任人民 那人民要不要信任政府 其實是 都不都還好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政府不值得信任 那臨時政府有整個想法 就是說你去找出一個 更能夠獲取公信力的方法 不管透過去快點核心別的技術 然後來證明給政府看說 這套做法比較好 那政府就保持一個打不過 就加入的態度 然後去跟你合作 那這個是我覺得 才是真正的社會創新 就是它不是只是解決社會的問題 達到社會公益就叫社會創新 是它過程裡面去捲動社會上 根本不會對公共事務 不想 覺得跟自己不想彎的這些人 你能夠捲動越多 它才真的越是社會創新 所以 以我就是負責社會創新的角度來看 大家不信任政府很好啊 政府本來就應該信任人民 大家不信任政府 大家才有動力去多做一些事情 所以當然我最後的 因為Anarchist 終極的目標就是說 大家都發現說 政府是有判決的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靠政府 所有事情人民都可以自己做 但是當然我有甚至 你不一定看到這一天 但是有任何一件事情 多一點點大家發現 政府真的是一個環節 我們真的可以自己做 我覺得就是比較好的 那在台灣我覺得是已經 公益社會發展到現在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土壤 大家都發現說 各種事情都不一定完全要依賴政府 那當然完全不依賴政府 可能還要兩三代吧 但是對我來講是沒有壓力的 我覺得大家越覺得不滿 越組織起來 越去替代了政府 我就越開心 所以我常常在國際上的時候 就說我這個work with Taiwan government 不是work for Taiwan government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林青梅人長 是不喜歡其他 我還沒有看到這個刺激的樣子 所以你過來一次 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有一位程序動議 說這個 我要給大家一個明確的問題方向 一個問題意識 即使無主題的方式 可以提供更多的意見 但是看起來各位的問題 只有少數是出於內心真正的疑問 而多數只為了好玩 不過我想跟大家講好玩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多小時的一個演講 其實大概到後來 大家注意力都沒有辦法 這就是我們在教育現場 一直都碰到的 尤其是大家都有手機的情況下 其實大概到第三十分鐘 都會有人不住想按個什麼東西站 或者是人不住想要留一句什麼東西 也沒有那個影頭 因為我也有啊 我非常了解那種感受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為什麼用slide這個方式 其實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 希望把大家手機正式徵收過來 然後讓大家那個按讚的衝動 可以表現在這一次的互動上 或者是讓大家留言的衝動 能夠洗版一下 然後讓大家醒醒神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空間它不太可能 是我事前設定一個方向 大家就真的尋找那個方向 尤其在匿名的情況 本來就不可能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與其要大家一定要舉手啊 第一個提溫單啊 這種非常boring的這種方式 那不如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適度加上一些好玩的一些元素 像剛剛那個什麼喵喵喵喵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才會比較記得說 這裡面是一個 真的可以大家互動的一個場合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社窗中心的空間裡面 當時大家最第一名要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是放電騰 我出車 我常會議 大家都有各種想像 但大家要的最多的 並不是要正尾 每個禮拜都來這邊註點 來調整空間 那個只是第三名 那第一名是一定要開到半夜11點 那第二名是說一定要一個主廚 然後這個到半夜都還可以 這個主宵夜給大家吃 那但是這個是很正確的 因為就算再厲害的研討會 你開了一天下來 一個月之後 你能夠記得的論點 大概百分之一不到 就是可能只有最catch的 可能一兩個idea 會真的進入你的知識系統 可是如果這個場地的食物跟飲料很棒的話 你絕對會記得 一個月之後會記得 一個月之後會記得 六個月之後還是會記得 一年之後就會記得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種比較有趣好 這種感受 它只要一陪子出來 大家都願意隨時再匯到那個空間裡面 那這樣才有光光創作的這個動力 不然的話 就算內容再好 那沒有一些好玩的成分 大概大家就覺得聽起來不錯 但是跟我就沒有什麼關係 這種relevance 就是跟自己有關係的部分 還是要靠好玩的這個架構來做出來 有位朋友 然後有位朋友 就不斷地在跟我對話 我覺得這非常棒 等我一下 有位朋友問說 發自內心的疑問 難道不應該高於成為好玩 而缺乏建設性的低谷嗎 我覺得這是 就是好玩的部分 跟知識性的部分 是譬如你要是雙翼 就是你有 只有一個大概都是飛不起來的 那就是 就是左腦跟右腦都得有一些東西 我們這邊是不能貼表情包 所以大概就是這種 靠這種梗來當作表情包 但是這個真的是有必要的 因為不然的話 這個知識的交流 它沒有辦法聯繫到Affects 沒有辦法聯繫到個人的情感 當然如果全部都是個人的情感的話 那當然也 就是 都太可能就是讓他記得 所以還是要有一定的Curation 有一定的測角 那我並不說我真的 真的就做得很好 下次 還請大家自己試試看照自然 有二三位朋友們想知道說 大陸反攻第一世界的抗牌網路 反賣硬 對 那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陸反攻 四個字 我覺得對他的心情 都沒有玩 就像是我們要去侵略 這年頭這個年輕人的時光都 跟我們小時候相當不一樣 那當然就要看是哪個大陸 或者是澳洲大陸 或者歐洲大陸 宇宙大陸 這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那第一時間探望網路要怎麼應對 其實網際網路它設計出來 就是未來要應付和核戰的 其實這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在一開始網際網路設計 是由美國的Darta設計的 那當初他們設計的目的就是說 如果它是核子戰爭 然後所有的電話線 這種東西都爛掉了 那你中間的每一種傳輸方法 都不reliable 就是每個風暴都有可能掉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運用一些還留著的無線電網路 或者還留著的電話線網路 同線網路這些網路 這種高度抑制性網路 怎麼樣來確保說 訊息還是轉得到 所以這個其實第一時間的這種 高度癱瘓性的打擊 其實就是因為那當初設計出來 想要解決的那個問題 所以網際網路 為什麼叫網際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不依賴於 彈利的網路形態 那甚至在網際網路的 我們的設計書裡面 每年4月1號都會有一些朋友們 提出一些新的很有趣的一些案子 黃際網路是沒有所謂的法律的 那提出來的東西都叫RFC Request for Comment 就是給大家評論一下 但是雖然叫做這麼謙虛的RFC 但是事實上所有網路上面的法律 HTPS啊 這些甚至早期的FTP啊 Gopher啊 ARKEY啊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透過這樣子的標準去做成的 那在4月1號就會直接用一些 好比像說 我們透過飛鴿傳輸 要怎麼樣子來 這個就是 達到網際網路 那這個也是一個RFC 還真的有人使作 然後他就用飛鴿傳輸 然後就很成功的 這個傳到了網路的風暴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所謂的防禦眾生 它是建立在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 我們有連網際網路的部分 我們盡可能去Diversify 去多元化我們的網路的連接點 不只是在實體層 我們也在虛擬層 去讓各種應用 都是能夠透過不同的網路型態 好像就像現在叫做IPv6 就是我們不會受到 本來這個第4版的網路位置的限制 而可以調整你的手機啊 任何你的手機 現在就算我們現在連外 不然已經斷掉了 我們都可以透過 點對點所謂網格狀通訊的方法 繼續進行我們的溝通 像好不像我們現在如果對外網路完全斷掉了 其實像AirDrop 或者這些東西 它是不會斷掉的 大家還是可以繼續聊天 或者是像之前在318的時候 或者那一年後面在香港戰衆的時候 那確實也都出現對外聯繫斷掉的情況 那大家還是可以繼續用FireChat 或者其他點對點的方式 來進行應用層的這個溝通 那這些是我們現在要把相當多力氣 在確保的事情 那當然第二部分就是所謂的關鍵基礎設施 那乾脆就不要連到公開網路 所以其實這個是所謂的使命隔離 所以不管是公開網路怎麼樣被看的話 一些關鍵基礎設施 它事實上運行的那一套邏輯 並不是公開的網際網路 他們就沒有網際的承證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透過網際去看網路 那大概是透過這兩個不同的方法來達成 有20位的朋友們問 回答一位叫做粉絲的這個題目 這位粉絲表示 這位粉絲應該不是指的 這位粉絲表示 看到上演號我想做的人 都是無法完成的事 下演號有感 在努業過程中如果很茫然的話 該如何向前 那我想我這邊常常就分享一句話 應該是愛因斯坦吧 但是說他的並不是能力特別強或特別聰明 他其實特別擅長跟問題相處 所以跟問題相處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碰到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很可能是結構性的 結構性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大家聊得非常好意思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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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15分鐘 應該不至於15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結構性的問題 為什麼會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它已經達到一個 叫做NASH圈圈 NASH圈圈應該也有人聽過 就是說沒有任何人能夠靠自己一起智力 就沒有了這個情況 你要把一個系統從一個NASH圈圈 變得更好 你只有把所有的離開相關者 都能夠預先看到他們下一個 那個更好的願景是什麼 大家一起願意說 好 那我們一起改變 忽然之間一起變得更好 那這個在疫情 一般都會認為是吃人說風的這個情況 因為這很困難 但是有了網際網路之後 大家真的有可能是先抗疫情 然後再做行動 那最好的例子其實就是群眾募資 如果大家有參加過群眾募資的話 就會知道說 這邊一般的慈善的捐錢相當不一樣 一般慈善捐錢 如果你是第一個捐的 那其實對你 你等於吸收掉大部分的風險 因為後面捐的 因為知道說 它已經成了 我就是請上電話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群眾募資可以說 我做這件事就是需要這麼多的資源 大家不管先捐後捐怎麼樣捐 如果沒有到這個資源 我們就全部都推回去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那每個人都是自己量力而為 他不會有一個好像 對前面的人進行一種道德勒索 然後對後面的人又有freerider的問題 而且大家真的都可以比較覺得說 好那我現在覺得哪些事情比較值得做 那我就給他一些資源 然後大家湊到了 我們就做 那如果沒有湊到 那就知道說 現在社會對這些事情還沒有來得及 去進行結構性的改變 那其實很多這種直接民主參與的 參與是預算啊 好像現在的公投啊 大概也都是有類似這種 巡眾募資的這種 橫向連結 然後一起造成改變 就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覺得很茫然的話 我想就是第一個 跟問題相處久一點 不要急著去解決它 因為你如果急著去解決它的話 大概都沒有辦法真的解決它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茫然的過程裡面 我忘記我還給你的那一個承諾 就是說不管你的這個 想要解決的東西多偏門啊 多偏門啊 大概在這個世界上都可以找到 跟你在接同一個題目的人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子來 覺得茫然的時候 就是先多找一些跟你一樣 覺得茫然的人 然後跟問題多相處走一點 然後就會一個這個 演賽的出現 為什麼他一直都要問洗髮精 這個我最近大概三場年講 都有人問洗髮精 這是一個什麼 我不了解的梗 那就是 因為 這個 我就業配一下 人家就要 抱歉一下 抱歉一下 他指定於消費者溝通 反應專業價值 除去勞動力裡面的 這個不對稱跟不合理 而且他們有事沒事 還會去進行議檢 然後去這個 讓移工啊 或者不同 這個背景的朋友們 這個都能夠透過 這個議檢的過程裡面更了解 所以 我不管是剪頭髮 還是泡頭髮 還是什麼 都是交給這個社會企業 叫做好檢才來處理 所以記得歡迎大家 多支持他們的社會市民 然後如果要看他們的公益報告 可以到他們網站上面看 然後這個 接下來就可以去跟大家推薦 什麼喜歡你朋友 還是什麼之類的 不需要到這個地步 大概就是這樣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有20問朋友們想要知道 我有幾顆比特幣 我完全沒有贏過比特幣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人 Figure要怎麼貼動畫 Anyway 就是 對 但我從來沒有提過比特幣 我在2011年 就在說 我結案的時候 一小時一塊比特幣 那時候一塊比特幣 還不到新台幣三千塊 那所以 事實上那是 最早的時候 根本就是 為了要推廣 讓大家知道所有比特幣的存在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來推 所以我在比特幣 一塊對新台幣三千的時候 有借過一些案子 對六千的時候 也借過一些案子 對一萬多的時候 大概都借過一些案子 但是 每個案主都跟我說 就是我們的账務系統 沒有辦法處理比特幣 所以比特幣對法幣 那個時候是多少 對銀棒 或對美元 或對什麼 他們就當時 一千元的時候 的那個東西 來付給我 那所以就有一個 好像四千多的時候的案主 就很慶幸 因為我完成那個合約之後 比特幣就漲到了七千多 所以 這個他就覺得說 他剩下了一半的錢賬 但是事實上 我從來沒有收過比特幣 然後我比特幣的那個賬戶 我在就是當政委之後 我也把它關掉了 所謂關掉 就是把這個私藥 把Private Key把它丟掉了 但是我也沒有背起來 你也不知道 但是事實上 因為都是有公開的紀錄 所以我在監察院的那個 拆銷申報時候 我從來沒有 也沒有要打算 但持有這種尋規的通貨 所以到最後 這還是對比特幣的這個概念的一個推廣 跟宣揚 但是我並沒有真的領過比特幣 所以我連成一線就可以 我不知道可以換名什麼 乖乖之類的 因為你潮詞也這麼多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什麼具體的回答 每個潮詞都是自己一套想法 自己一套理論 但是這些全部加起來到底是什麼 那我只能講兩個 我觀察到的 一個是說 在這一堆東西裡面 可能有一個比較共同的部分 就是大家現在對於人類跟別的物種 或者是整個環境相處的各種可能性 它開始出現一些鬆動 那我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們在設計環境空間 或者設計物動空間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去想說 就是一個標準的使用者的這樣一種概念 可是慢慢我們就發現說 使用者因為人工智慧的代理員 或者因為各種不同的 互動的新的模態出現 所以它慢慢變得越來越過遠 就是每一個不同的 我們以前可能會考慮 像什麼身形障礙者 什麼之類的 所謂的通用設計 但是現在就發現說 其實每一個人 你正在滑手機的時候 你就是注意力缺陷和狀態 就是說大家都是有事沒事 有一些身形障礙 因為你在不同的模態裡面 你的注意力分散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的注意力運用的方法 身體的運用方法 各種方法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個人都不是說 好像變成是單一的persona 而是說按照你跟空間互動的方法不同 你會有各種不同的persona的出現 所以我們的設計在這一整套裡面 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現在碰到的這種 互動系統設計師 一個都變得比一個更好多 就是更潛力的需要 那這個我們就是一位同事 念書要 那最近才去哥本哈根 然後一起做一個叫做 就是Koban哈根Candalog 那這是他們之前的Koban哈根Letter的一個延伸 那這件事情就是在說 在一大堆吵詞的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重新 用一種比較謙卑的方式 去看技術這件事情 所以就不是move fast break things 而是要fix things 然後是不要說用所謂成長思維 因為它是一個by-product build a world from the real world up 然後build with people not for people 那我覺得所有這些大概都是 一個對這個時代的新的氣氛的回應 就是說我們不再是好像把人看成user 然後我們看成designer 好像是解人二分 就像剛剛大家在講說 任何人都可能是youtuber 不是媒體的這個製作人 跟受眾的這樣子一種二分 那在這個沒有二分 而且非常plural的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就需要用一種不同的方式 去想這些cutting edge technology 這些潮詞 那我自己其實也有一些contribution 就是我兩年前在剛接這個工作的時候 就是數位成為的時候 我人其實是在紐西蘭 然後那個時候 我這兩年去了三次紐西蘭 然後Mexterman他們毛利族 這邊有相當多很棒的互動 那毛利族大家可能知道是 就是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上的後代 他們就是每次來尋根 然後我們跟就是紐西蘭的合約裡面 有另外一個就是原住民族的原住民族的協約 所以紐西蘭的憲法 其實就是他們的白人跟毛利族一起前的一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裡面 毛利族的這些想法 就可以透過這部類似憲法的東西 帶進他們的法律系統裡面 所以好像說他們的第三大合 那條合是有法人格的 它可以有董事會的席位 然後如果那條合的權力受到的侵害 那是那個董事的權力受到的侵害 不過當然那條合還是不會說話 不會投票 所以事實上其實就是當地的原住民族 跟當地的政府各排一個人 當那條合的代言人 那條合會講什麼 完全是靠這種 剛剛講的就是所謂的物聯網等等的這些數據去反映出來說 那條合現在心情怎麼樣 但是無論如何這種類似泛靈魂的概念 其實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切入點去講說 那也許物聯網它不是只是物聯網而已 它是把一些其實本來有神明 甚至也有靈的這些東西 讓我們第一次能夠看到 跟他們能夠對話 不管是河流還是什麼 永續的生態系之類的 所以當時我在當作為社會政委的時候 當時他們要我寫一個job description 那所以我當時在紐西蘭 所以我就寫了一首詩當作我的job description 那因為反正也只剩五分鐘 所以我就唸一下給大家 那這個等於是對他們剛剛那些吵詞的一個回應 這就是這樣 When we se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ever we hear that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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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刀 謝謝 張剋 謝謝 謝謝 ね 好,謝謝 好,我們就打鼓鼓鼓手,大家再見